這件術球,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過日本的福袋呢? 一般的日本福袋都是指這個袋裡面多於一件產品 雖然不知道裡面實際裝什麼 不過是什麼類型的通常都會說得很清楚 所以心裏面也有划算 就像你去扭扭蛋一樣 你扭之前也知道大概裡面會扭什麼 就算不是扭到你想要的東西 但起碼知道最差的是什麼 而至於福袋這個概念傳到內地那邊 這幾年他們吹得很行 不過他們的名字也改得很應景 就叫做盲盒 盲盒的玩法也是一樣 就是買家不知道裡面實際上是什麼 但你大概知道是買哪類型的東西 不同的地方在福袋通常都是幾件產品 但是盲盒通常都只有一件 最近內地有個網民 就分享他在內地的購物平台 就買到一個所謂的看伏盲盒的經驗 即是你預期都不會說有什麼皇室的衣服 但起碼都是一些貴族或者平民的衣服 就像我之前穿過的那些 只不過他抽回來已經忍不住立刻穿上身 拍照分享 他抽到的一件什麼 囚衣 一塊白布印的囚字 大哥你不要記我什麼都沒有紫皮箱給我 然後告訴我裡面有見過人的新衣 等一下 如果是這個箱的話我可以 給一件囚衣我都不要緊 你還給我一個枷鎖一整套 等一下 囚犯在監倉可以做什麼呢 除了等死 就是躺平的了 哦 原來賣家暗示支持躺平 你糟糕了 所以今天就繼續跟大家分享更多一些騙人的產品 什麼聲音來的 哦 原來這個麵包偷吃餡料的聲音 即如果大家平時吃這些麵包 蛋糕 或者這些夾生的食物 裡面的餡料不像它封面預期的那麼多 大家不需要擔心 其實是夾著的那樣東西偷吃了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有證據 來 之前的Annoring Orange 你想想 連橙子都會說話 所以你說麵包 蛋糕都會偷吃自己的餡料 是不奇怪的 所以其實那些餡料還在 大家可以放心吃 不過話說 Annoring Orange 應該都算是最早期的VTuber VTuber始祖 這個是墨西哥的知名品牌的三角粟米片 相信大家沒吃過都看過 它就出了兩款不同的包裝 大家看到右邊那隻就普通黃色 左邊就寫著 Bigger Bag More To Share 怎麼看都是綠色那隻大袋一點 只不過大家看看重量 大家都是500克 More To Share Share 什麼 就是正正share空氣 蛤? 玩東西嗎? 平常我們買薯片都嫌棄空氣多 他還要給我們多些空氣 哎呀 你真是不識貨 知不知道有些人特意去買空氣來吸的 Bigger Bag 不過重量不變 所以多了很多空氣 這袋大家可以吸得更久 可以和大家更加開心的share 這批夠唇 好 接著到這盒 Blueberry Waffle 相信大家都明白到圖片子宮參考的道理 只不過你應該都沒有預期到 一打開那個Waffle會減的樣子 藍莓去哪裡? 哦 左上角又有一顆 咦 等等 一顆藍莓放的位置 在正的格子裡面 看來這東西不是Waffle那麼簡單 哦 原來這個是奇本 廠商想跟你捉棋 所以他們已經先下了黑紙 現在等你下下一部的白紙 你打算下哪裏呢? 咦 上集也有提過 日本某間便利店裡面的飲品 也是這樣騙人家 所以搞到人家反轉 平反 看看杯子裡面實際有多少飲品 其實大家一看一看都會發現 其實不同國家都是這樣玩的 無論是飲品 甚至乎是飲品 都是一樣的 都是經常用招紙裝滿 一反轉 就知道他什麼了 所以都不能怪民眾要平反 因為平反才能看到真相 衣服髒了 我們有洗衣機 碗碗碟碟碟髒了 我們有洗碗機 Law Pet髒了 我們有洗Pet機 我們等一下 這部好像亂人 那洗衣機用久了都會髒的 那用什麼來洗它呢? 難道要用洗洗衣機? 不用 市面上是有些專門用來清洗洗衣機的洗衣槽結淨劑 不過這個結淨劑真的認真厲害 它不單止幫你洗乾淨你的洗衣機 大家看一下圖 中間那句日文就說可以透過圖 無論對比到使用前後的分別 大家看看使用前後的洗衣機內膽 嘩 簡直是第二個內膽 好厲害 這個不是普通的結淨劑 是鋼之煉金術師的結淨劑 扔下去可以令到洗衣槽分解再扣足 簡直好像換了新的洗衣機一樣 好厲害 提到鋼鏈就不得不放這張照片 Pikachu的名字有點不一樣 比卡超的日文應該是這樣的 但它就變成長陰 Pikachu Omangu desu Sukoi shi ga kunai 大家看一下 對呀 完全一樣 眼耳口鼻 那些應有的顏色是齊的 只要用煉金術師重新提煉 這個形狀就完美了 至於這一款朱古力夾心餅 更加不用說了 肯定是被你用來劃煉成陣用的 你看份量那麼少 排位就是這樣六角形 一領一領一浸 浸完之後不是吃 放回原位 印個煉成陣出來 加一些線上去 搞定 之前就出現過一盒 所謂64色的蠟筆 就變成64支的橙色蠟筆 真是多到可以幫自己 大宅的外牆翻身那隻 那這次呢 就來一隻64目顏色 可能大家心想 又來? 不是 不過都不見得好很多 大家看看顏色 當中也有一些應該是重複的 不過都不要緊 可能把相片沒有反映到一隻色 大家看看一支筆的高度 不過買家就說 買回來支筆就這麼高 買回來這麼長 但是支筆這麼短 托到這麼高 幹什麼? 怕水浸嗎? 還是拍畢業照嗎? 高的站前面 更加高的站後面 不是啊 認真看還要是同一個牌子 雖然我打了一架 怎麼了? 這個牌子專騙人嗎? 啊 講到蠟筆 真的一定要提這一刻 即我不知道大家平時搭車 喜歡坐什麼位置 喜歡靠窗 還是會靠走廊呢? 我自己如果搭一些比較長途的車 是比較喜歡坐窗後位的 而這個廠商也是心靈的道理 而也很代入蠟筆的角度去設想 所以就把這四支蠟筆全部放在窗後位裡 真的很貼心啊 一支都不會多 正所謂吃著花生等看戲 不過吃花生只不過是我們這邊的潮語而已 而通常我們看戲都是會吃炮谷的 相信有些人看著我這條片 都是一直吃炮谷的看的了 因為正所謂看人嗨嗨最開心的嘛 有位網友就買了一條炮谷 如大家所見 現在炮谷好像多到要滿出來的 但實際上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真的有東西托著到底 哇 它的包裝還要搭到 中間寫著什麼 Movie Nights for 2 給兩個人一起在晚上看戲吃 兩個什麼?兩個年輕人嗎? 還是兩隻咕咕咕咕? 好賤啊廠商你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騙人的產品 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誰 又或者你們或者你的朋友 試過被騙的什麼經驗 都歡迎留言或者投稿分享 這條片來這裡 希望大家不要被騙 再見 說了那麼多別人被騙的經驗 終於輪到說我自己的親身經驗了 話說如果大家外面有買過牙膏 都應該知道牙膏除了一支之外 還可以買一些優惠裝 例如一盤兩支 或者一盤三支 或者兩支加一支特別一點的 就是所謂送些什麼碗啊 杯啊等等那些 但其實說就說送 其實是積菌綁色銷售 價錢包起來了 我也是買了一支優惠裝 就是買了兩支普通 加一支這支很特別的 所謂Miracle Repair 光看外型設計 不看牌子 真的以為是一支化妝品 而且你看到它這個尺寸 你應該都會預期它裡面的一支 是這麼上一場 而且大家一般來說都會覺得 偏安不會輪到我的 啊 誰知道就是輪到我 一打開這個盒 我真的覺得自己被騙了 外表像化妝品而已 我沒想過出來的體積都像化妝品 它跟包裝的設計有好大出入效 盒上面的設計好多 搞不定